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12月底 王炳章在加拿大的弟弟王炳武表示 王炳章的大女儿圣诞节前往监狱 探视王炳章 她亲口向女儿表示 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 现年71岁 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王炳章在1982年获得加拿大迈吉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83年创立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 2002年 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至中国 被以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恐怖活动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16年来 王炳章一直都被御方单独关押 葫芦对此感到愤慨 女儿探望父亲 本是基本的人道 也符合法律规定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 而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接着 葫芦与您谈谈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 美国副贸易代表葛瑞雪和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队于周一 出席了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当地一家财经新闻频道表示 他对本次双方在京举行的谈判充满期待 相信两国能够在所有关键问题上达成合理共识 但他表示 尽管双方很可能会在直接贸易领域取得成果 但在如何解决结构性贸易争端和履行监督机制上 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卿指出 美中两国目前的谈判地位已经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应该说 现在不管美国提什么要求 中国政府都会答应 只有一件事 他不愿意答应 那就是不能发布公报 因为这和当局过去两年一直在讲厉害了 我的国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有关 美中贸易战后 中国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 以至于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 他都不希望中国老百姓知道 为了刺激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上周宣布 将于本月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一个百分点 相当于向中国经济释放1.5万亿元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指商业银行的初级存款中不能用于放贷部分的比例 此外 从上个月以来 中国发改委批准了8个城市与地区的城市轨道和铁路项目 总投资约为8600亿元人民币 涉及上海 杭州 重庆等地和江苏省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 葫芦认为美中贸易谈判是关两国经济利益 希望中方不要轻易放弃自身利益 否则会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 葫芦与您说说香港一国两制的变质 末代港督彭定康指出 习近平上台后 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变质 他表示 六年来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法治 言论自由 多元文化自由等方面受到严格操弄 他引用民调称 超过50%香港年轻人想移民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彭定康周二 8日在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就香港的情况发言时表示 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前10至15年 一国两制十分成功 港人保留了很强的公民意识 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有 良好的平衡 而且享有的法治和言论自由 也无庸置疑 他称 当时香港很可能是最自由的亚洲城市之一 然而从习近平上台后 香港在最近六年 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上 法治上 言论自由上 及各种与多元文化相关的自由上 出现更严格的操弄 他引用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民调称 超过50%香港青年曾考虑移民 葫芦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 感到忧虑 习近平政权的政治倒退 使香港越来越失去他的魅力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明天见